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天正式开始 一个黑社会从楼顶丢下一个人 保洁大妈喊来警察 黑社会塞了点钱就摆平了 敞刀声把对面别墅的人吵到了 探出头 吼了一嗓子 这便是编医探长火其林 这时总探长乐格打吩咐下来 第二天火其林找了一个男大学生阿邦来当提斯贵 正对他严刑逼供 另外一个警探老杨来了 告诉火其林这是他的一个亲戚 希望火其林放人 可是火其林并不同意 警探老杨决定去找乐格的另外一个得力手下朱油渣帮忙 朱油仔是负责帮乐格收租 就是将警察贪污来的钱统一收起来 然后再进行分配 老杨找到了朱油仔 在一番好话以后 朱油仔答应了老杨的请求 第二天朱油仔陪乐格去踢球 还有乐格的第三个手下戏九 戏九求吉了得 经常陪乐格踢球 特别受乐格的宠爱 与此同时 他和朱油仔和一个女毒贩子玫瑰谈生意 玫瑰注意到了戏九 戏九回到家 家里都是那些探长们说是送他 实则抛弃的情妇 戏九抱着儿子去吃饭 碰到了玫瑰在谈生意 突然有一帮小混混过来闹尸 戏九为了救玫瑰受了伤 第二天玫瑰带着一笔钱去医院看戏九 之后的舞会上乐格公然对火其林表示不屑 还看上了他的老婆 与此同时 玫瑰和戏九有了好感 玫瑰去戏九家 但是戏九家里有九个情妇 情妇们对玫瑰有很大的敌意 大姐公然挑衅 要让玫瑰给他们九个一个个磕头倒茶 玫瑰反手给了大姐垂头 将大姐靠住 其他的情妇都服输了 过了一段时间 香港换了一个外国人来管辖 这个外国人并不吃乐格贿赂这一趟 在拒绝了乐格的贿赂之后发布公报 宣布设立廉政公署 同时为了确立廉政公署的形象 招募大量的大学生 待遇兵警察还要好 上次被误抓的大学生阿邦也参加了选拔 以警长严国良为首 带着他们进行培训 这边火其林因为不受乐格的待见混得很差 去往赌场赌钱还被揍了一顿 然后被猪油仔嘲笑 回到家发现有男人和自己老婆搞在一起了 火其林冲上去把他抱揍一顿 才发现是乐格 乐格拿着枪把火其林赶走了 正在郁闷的时候 严国良找到火其林 请他去廉政公署培训那些年轻的大学生 同时出力弄垮乐格 很快在火其林的帮助下 乐格的局面越来越不利 决定逃亡国外 因为害怕助手举报决定将戏九和猪油仔一起带走 戏九却并不想走 但是在乐格的胁迫下还是决定一起走 当天晚上戏九在纠结中来迟了 乐格对他又打又骂 戏九掏出手枪打中了乐格 于是乐格求饶保证自己绝不回来 戏九放了乐格抱着钱走了 乐格坐船走后 构建了整个金钱帝国也就崩塌了 本部影片有很多大派明星的加入 同时剧情反转精彩 很值得一看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